据相关媒体报道,2月10日,安影轩老公陈荣炼作为澳门德进集团行政总裁及慈善会主席,德进集团宣布捐赠2000万港元及10万个口罩给湖北省,此外也捐赠10万个口罩给澳门特区政府,用于澳门地区的防疫工作。 陈荣炼呼吁同舟共济,起心协力,应对困难挑战。